确诊肝案素激增 5月1号开始 该手机简讯寄送隔离通知单 但有民众苦等超过一周 好不容易收到简讯 却很傻眼 然后昨天又看到我爸爸的手机 他发现他简讯收到的是 我阿嬷的隔离通知单 王小姐好无奈 一家六口全染疫 除了二姐和卫生 在医院就医收到通知单位 其余同住者就是等不到 5号爸爸收到简讯 还是阿嬷的名字 让他们一头雾水 而且同样状况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就怕后续保险理赔 和工作全疫受到影响 王小姐控诉 不止爸爸简讯错误 大姐的确诊隔离通知单 也搞乌龙 4月先是收到居隔通知单 后来确诊 自行上网系统填写 但之后收到的简讯 信是根本不是自己的 想找卫生局询问 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对此台北市卫生局回应 收到错误简讯 可能是工作人员 忙碌中电话物质 民众可向关怀中心寻求协助 将会再补开通知单 确诊数攀升 加上疫料人力吃紧 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也让地方政府的处理能力 再次受到考验 三选节汉民伤云台北上报道